房地产投资者在准备出手自己投资物业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一团麻要考虑很多的问题 但是有三个简单的小问题 自问自答可以帮助你做理性的决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诺捷达地产的broker Friday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4号 今天要分享的三个小问题 是帮助投资者在准备出手自己的投资物业的时候 做比较理性的决定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这个分享的话 是因为昨天我的一位投资客 他呢就是当时在2020年吧 就是市场最差的时候 他想出手一个Dontown央合部落的一个一加一的单位 但当时呢因为我问了他三个小问题呢 他呢给出了答案 也给出了自己理性的决定 当时他就决定不卖 那到现在呢 他就增值就很大了 因为当时要卖的话可能也就是60多万 现在呢他说我楼上都卖了90多万了 他说这很短的这个时间啊 有这么大的一个价格上的账符 觉得呢 他觉得呢 非常这个感谢啊 所以我也挺为他高兴了啊 当然就说这个他是觉得呢 就我当时问他这几个小问题呢 哎对他就帮助还挺大啊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小问题啊 不是说是这个本身房地产投资嘛 也不是说是这种很高深的这种科学啊 这是很多呢就是来自于常识啊 那我问他这三个小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第一个问题是 现在是不是一定得卖啊 缺钱吗 第二个就是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市场吗 是吧 是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 还是平衡型的市场啊 是吧 第三个小问题 那就是出租还是一个选项吗 啊 他还可不可以再继续出租呢 哈哈 就是这三个小问题啊 就是当时的话呢 就说他自己给给出自己个答案啊 因为他说哎 你问我是不是一定得卖 他说我不缺钱 那我现在不一定得卖啊 他说问我 他说你告诉我 这现在是很很strong的买方的市场 那对卖家不利 那当然我理性想一想 那有现在暂时先不卖啊 那还有说 就是说现在出租还是一个选项吗 因为当时出租也不太好 但是呢 他说我觉得呢 每个月往里补个四百多块钱啊 一年五千来块钱 他说对于我来讲 他说哎 我还能承受 所以这三个问题呢 他都给出这个自己很明确的答案以后呢 他说哎 就暂时就就先不卖啊 当时我们就当时就就出租了 租了一千六百五十 所以说呢 那是在两千年的十月份吧 出租啊 一直到现在 这是一年多 是吧 那就用这个 差不多可能有五六千 这种这个往里往补贴的 这种租金的损失 来换取了一个 这跟当时的房价起码差了 二十万吧 就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账幅的区别 账幅 所以说呢 他觉得哎 这个呢 这个三个小问题呢 带给他了一个理性的一个答案啊 一个结论啊 所以说他觉得很有帮助 所以他他说哎 他看看是不是在继续 在投资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 我很感谢你啊 所以说呢 我想呢 就是说这三个小问题 这么简单的小问题 对他这么有帮助的话呢 那我想赶紧跟咱 康套号的这个网友啊 咱也分享分享啊 就是说 当然 就是防险投资嘛 总有一天 你可能会有置换啊 会有想卖啊 会这个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问自己这三个小问题啊 第一是 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 一定需要卖啊 因为就是这个 卖投资的物业啊 就是说他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是吧 总有个原因嘛 是吧 有些人他是必须得卖 比方说卖掉以后 去close下一个 是吧 因为就很多客户 他是你看这些里面 他是连着买的这些物业呀 有些时候的话呢 就说他必须得卖掉 现在的物业 银行可能才会带给你 下一个物业 要收楼了嘛 等着要收楼嘛 所以这个时候资金不够 那必须得得卖 是吧 这是一个必须得卖的情况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这个 比方说以前那个 早期我们那个 我老板 是吧 他呢 有很多的物业 那退休以后的话呢 隔几年就卖一个 那就必须得卖 因为他退休了 他要拿这钱 周游世界玩乐呀 是吧 他是得卖 是吧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呢 这个朋友呢 是卖掉这个投资物业呢 哎 支持子女呢 比方说去美国啊 好的学校啊 英国呀 需要学费啊 生活费 等于把这个投资卖掉呢 在教育上 子女的教育上做个投资 这也是很值得的啊 这个也是 哎 但是必须得卖啊 那有一些呢 是属于恐慌 是吧 这个就有待商榷了啊 你比方说今天这 这个俄罗斯和这个 Ukraine 有战争 是吧 那有的朋友就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房产给卖掉啊 这个 你说这中间 它背后是什么这种逻辑呢 是吧 我想可能就是一种恐慌 给人造成的这个 现在哎 我要赶紧给卖掉是吧 就未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 这 他可能也听到很多这样那样的消息啊 因为现在本身也很乱啊 包括股票基金市场是吧 也很波动 所以这种恐慌呢 带给人可能做出一些 哎 比较这个感性的决定啊 所以说 这个问自己第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不是必须得 得得卖啊 第二呢 就是说呢 现在是什么市场啊 任何这个房地产呢 在任何地区呢 都分三个市场是吧 卖方的市场啊 你比方说 就说我这客户 他在在2020年找我准备要卖的时候 那这就是市场上这个房产要五个月才能给他卖掉吸收掉 所以说当时很strong的买方的市场啊 是吧 你卖方 你肯定要选卖方的市场 像现在 这个 在这个多多市中心那边 库存量不到一个月 是吧 一个月这个就消耗掉了 但是现在是卖家的好时机 是吧 至少也是在平衡型的市场嘛 是吧 这两三个月 这种库存吸收量的时候 哎 你再卖 这样才是比较理性的 是吧 再有呢 就是说 最后还得问一个自己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说 出租是不是还是一个选项啊 因为我就发现呢 很多朋友呢 在就是投资客呀 在最后卖掉自己投资物业的时候呢 是因为这个 实在不愿意再面对租客了 是吧 这太烦了 是吧 有 其实我是说什么呢 就是人呢 树叶有专攻啊 就是说有些人呢 可能像我这种人 就属于比较适合跟人打交道的 是吧 这种 这个 跟这个租客呀 不同类型的人呢 这个 这个 各种肤色的人呢 是吧 哎 我都还就是说 这就是本能 是吧 这怎么去面对呀 用哪种方式去面对呀 哪种性格呀 是吧 这些 这个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在这呢 比方说理工科背景 很多人 他真的是 可能就说这个编程 但是你说 真是对人的这个 怎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的 很好 很到位 可能未必就那么擅长啊 所以说很多朋友 做出一个决定呢 就是 就是一口气 我就是看你给租客 我就看你不顺钱 我就跟你卖了 我不跟你玩 我也不玩这个投资游戏了 这 那不就是 这属于这个 做决定这种投资 这种最后出手的时候 不能 不能这一口气嘛 是吧 我之所以这么讲了 是因为 呃 这些年遇到挺多次啊 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啊 你比方说 有一个那个房产 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 帮一个 呃 客户啊 还是这是本本地人啊 还是卖掉了 然后他的这个租客呢 就是也都是白人嘛 是吧 两个人闹意见 两个人还认识 是朋友啊 为什么闹意见呢 就说呢 他把这房子 自己租给了他的朋友 那这朋友呢 是位女士啊 进去以后的话呢 觉得这墙啊 我得再给他游游 不那么 没有我想象这么干净啊 就游了 游完以后的话呢 就跟这个业主说 你看我这连工在撂 有多少多少钱 一千块钱吧 比方说一千 或者一千五吧 这起码你得单一部分 单一半 这 这个业主呢 一下子火了 你说我这墙挺干净的 你这 你怎么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那你自己愿意享受 你自己 这不应该我出 两个人就因为这点小事啊 越吵 就吵得还真的挺激烈的 你说我也有点不理解 我说这么点小事 这不是很多钱吗 那为什么呢 可能两个人 就对这事的看法 是有本质的区别 是吧 所以说呢 这就越演越烈 矛盾就是 一直就持续着 那最后呢 就卖 业主呢 就说 Fred你给我卖掉 把这个房子 我不 这个租客太麻烦了 这不玩这个游戏了 我就卖了 说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呢 有时候呢 就当这个 因为如果因为租客这个问题 或者说不想再面对租客的话呢 那当然也有一些选择了 比方说 就是有一些 你像说公司这种团队 是吧 你每年给他一个月的月租 连出租在管理 他就去面对了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有些agent的 他 这些agent 你跟他说说 每个年给他一个flat fee 什么 让他帮着照顾一下 中间缓冲一下租客 业主 这也是一种选项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当然这个 因为租客的问题 烦租客要想把这房子卖掉的时候 再问问 是吧 现在这个出租还是不是一个选项 这样子 再有呢 就是说呢 比方说这个 我这位客户 他呢 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我 为什么也是要问他 出租还是不是一个选项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 租金就很低 是吧 你他那个房子买下来的时候 租金是2100啊 因为买完我就给他租出去了啊 之后的话呢 是19年的时候 在租的时候 2300 然后到了2020年 再租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了1600 1650 这1650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你每个月付的这种现金流呢 是不是 你觉得你能应付啊 是吧 出租是不是一个选项 所以说 当问完自己 这三个小问题的时候啊 是不是你现在一定要卖 现在是什么市场 还有就是说 出租还是不是一个选项 那么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答案的时候呢 哎 你就会做出一个比较理性的决定 好吗 朋友们 今天就分享到这 拜拜 我因为你这样的心里 你这样的心里 就会做出一个比较理性的决定 你这样的心里